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举反垄断大企正在步步紧逼 在10月23日 纽约检察长就宣布 来自47个州的检察长 将联手对Facebook展开反垄断的调查 那么主要是其中的问题 针对是Facebook对于用户数据的处理方式 还有就是对其他科技初创企业的收购等进行质询 那根据了解 Facebook与广告机构的和解金额是高达4000万美元 很有些预盖迷彰的意思 但是比起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关于8700万用户信息泄露事件和解的50亿美元 还是小物件大物 那么此外 Facebook还向美国证监会是支付了1亿美元 就其虚假披露 滥用用户数据而互导投资者达成了和解 Facebook与谷歌是垄断了全世界三分之二的网络广告 并且也是偷偷地收集用户信息 定向匹配推送 显然啊 Google也是难辞其咎 而且啊 这个纽约时报也说 美国司法部的反垄断部门 已经开始调查谷歌26亿美元现金收购案 怀疑两者是携手会损害其他竞争对手利益 此前谷歌呢 早有前科了 美国有线电视巨头 Como Cost旗下的Freewell 他就指说这个谷歌是以保护隐私为借口 限制他的客户在YouTube频道上边来销售广告 于是谷歌就被认定为是反垄断打击的一个惯犯 正在调查谷歌的美国各州检察长 将于11月11号在科罗拉多州来举行一个会议 讨论包括上述科技巨头在内的公司 他们的商业行为是否违反了这个反垄断法 要说到这个美国反垄断重拳出击啊 还得要从这个6月的一次讲话来说起 当时呢 美国司法部反垄断部门负责人去表明说 敲打科技巨头的意图 他称啊 这个监管机构将不再受到错误观念的束缚 在演讲之后啊 相关监管机构就发出了传票 第一枪就是射向了亚马逊 亚马逊被要求是提供平台第三方的销售数据 那么在7月下旬 美国司法部宣布对谷歌 Facebook 亚马逊 苹果等启动反垄断评估 美国科技公司正在面临来自政府监管机构的施压 而为应对反垄断调查呢 科技巨头是各处起召 9月份苹果就公开发布了一份题为 美国众议院专家主向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发了一封信 要求提交内部的电子邮件 财务信息还有更多的信息的报告 证明了他正在积极协助有关机构进行反垄断的调查 那Facebook在第三季度花费480万美元 邮税美国立法者和监管机构 并且在2019年迄今在华盛顿油税方面的支出 是提高到了1230万美元 那么同时他也是承诺与加州政府建立合作关系 投入10亿美元帮助建造2万套保障性住房 那么无独有偶啊 Google也是早前就宣布将释出价值7.5亿美元的土地 用于发展住房 那么同时还提供2.5亿美元来激励房屋开发商 建设经济试用房 预计未来10年之内创造2万套新的住房 看来科技巨头的求生欲都是很强的嘛 尽管如此反垄断的调查脚步是注定不会停止了 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预计将在2020年上半年 提交一份针对大型科技公司 违反反垄断法的调查的最终报告 这个就将是美国政府针对科技公司的 最大一次司法行动 互联网公司自我监管的时代 可以说是已经结束了 那么这一些互联网巨头们在国内受打压 国外的日子其实也不好过 近来这个欧盟竞争委员会 因为苹果的Apple Pay 未开放NFC芯片访问 将对其展开反垄断调查 通过与同业内经营者展开的对话 欧盟竞争委员会怀疑 苹果存在违反市场竞争和滥用行为 其实这已经不是苹果第一次遭遇到 来自欧盟的反垄断调查了 那么早在2018年12月份 欧盟反垄断机构负责人 就曾对Apple Pay是进行过调查 而欧盟也是认为 亚马逊很可能利用客户数据 来提高自家销售额 那么如果被欧盟委员会 最终是确认存在非法行为 亚马逊就可能遭到 数十亿美元的一个罚款 那此外欧盟还盯上了谷歌 2017年欧盟结束了 历时七年的谷歌反垄断调查 最终以谷歌认罚24.2亿欧元告征 那最近欧盟委员会又指出了 谷歌有三宗罪 强化自家价格 比较购物服务 安卓操作系统 强行绑定自家的应用 以及网页广告 排斥其他对手 并且宣布 其处以80亿美元的巨额罚款 停止不正当竞争的行为 那么Google 其实它也是对上述的一个裁决 提出了上诉 其中有一项是涉及 24亿欧元反垄断罚款的上诉 那么将在2020年2月 在欧洲法院是进行审理 那么为什么大家是一谈到 这个反垄断 美国欧盟都要对科技界的 四大天王要赶尽杀绝呢 其实根据这个数据显示 Google在全世界电子广告市场 是拥有31%的市场份额 在网络搜索市场之上 是拥有61%的市场份额 那么亚马逊则是控制了 75%的网络实体书的销售 65%的电子书销售 和超过40%的新书销售 所以根据IDC的数据呢 苹果公司虽然是在 智能手机行业 只占据了11.7%的一个市场份额 但是呢 他们获得了整个行业 73%的总利润 Facebook的99%的利润 其实都是来自于电子广告 这家社交媒体网站呢 是拥有24亿名用户 并且沉淀有巨量的隐私数据 显然这些互联网巨头 正在盘踞最优的资源 并以此来挟持市场 逼退对手 那从而达到这个利益 独大的一个目的 但是在实际的反垄断的进程之中 无论是美国还是欧盟 都可能会面临到一个 长期拉锯战的这种可能性 那除了刚刚收到的 这个美国欧盟是处在一个 反垄断的风暴之中 其实在中国 随着这个大型科技公司的 规模和影响力变大的同时 反垄断也是加倍需要重视起来 过去的十年当中 这个新生代的互联网企业 是飞速地发展 很多大型企业通过并购和合营 或者是控制权改变等方式 是合纵连横 越来越多的人是认识到 这个反垄断 其实就是为了保证 公平的市场环境 没错 近年来数据竞争的态势 越来越明显 很显然当互联网企业 掌握了互联网物联网 传感器等大数据之后 就容易设置行业壁垒 形成市场支配地位 损害用户的权益 限制行业的创造力 因此我们真的需要 适应数字经济 修订反垄断法 切实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从而来保障 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不受到任何的伤害 好的 这一时段的财经世界 就先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